第九場賽事 三班 千四米 準備 一開閘的時候 前面快 中間感恩應聲彈出 在裡面還有一隻大將風池 內蘭靚猴王 再見到中外檔 有輝廠大外檔喜喜寶 外面還有匯席力量 中間閃耀小指 萬馬奔騰新妙星 後多少 尾五黃三的牛精 在裡面還有一位內蘭尾四 後面三隻籃球大士 藍三太陽嬌子 遙遙包尾精彩生輝 過八百米段柱 前面帶頭是這隻感恩 接著第二位輝廠外面匯席力量 第四位是喜喜寶 內蘭第五 黃黑格仔衣 美喉王 中間位置還有大將風池 外面紅衣黑帽 最後就是萬馬奔騰 最出閃耀小指 再後一點 先見到一哥 新妙星 太陽嬌子 那隻牛精厲害 不知什麼事 好像亂了步運 去尾三 後一點才有精彩生輝的馬 入精彩直路 前面透出匯聚力量 在中間 內蘭那邊有感恩 美喉王 一落在裡面 沒有位置 再見到最出太陽嬌子 上來 中間位置還有萬馬奔騰 和一哥那些馬 最後二百米 太陽嬌子在外面湧上來 中間萬馬奔騰 前面一哥被人壓著來跑 再見到裡面還有匯聚力量 最後一百米 太陽嬌子 一定贏這場賽事 跑第二名的馬 就是這隻一哥 第三萬馬奔騰 第四有匯聚力量精彩生輝 需要拍照 結果三班頭馬 就是這隻太陽嬌子 都畢竟贏過三班賽事 而這隻一哥在裡面 被萬馬奔騰 壓著他 衝得罪行的時候 萬馬奔騰第三 第四名要拍照 一隊熱門都沒有了 一隊熱門都沒有了 那條三十六元 那樣就沒有了 扭歪了這些就好分了 太陽嬌子 向海邊 長驅直進 坐正了 一哥都阻了很久 如果不是六死隨手都不知道 因為被萬馬奔騰 塞了很久 跑回第二 萬馬奔騰第三 第四 看看匯聚力量 一定是精彩生輝了 七號臨尾的獨贏 有回到十六倍 因為一、三個兩隻馬 都熱到真的 扭歪了 一路看著他的賠率 其實他不是說 賠得太厲害 雖然那些幾百萬票 落著一號那裡 但他又保持著 十四至十六倍 這個賠率 今天可能都多得 他那個主要對手 牛精叻仔 跑得比較差一些 可能那個滯雨 或者發揮各樣 所以呢 就輪到 他贏了 現在就是扭歪一點 但是就很好分 因為他一隊都不在 一隊都不在 十當 牛精叻仔 五當 挨挨閘 早段都沒有大錯 但是轉彎 就不知什麼事了 越拖越後 拖到尾伊入石路 今天呢 這場你看到很多馬在前面 一堆這樣 你以為 是不是很慢步速 所以一堆馬上來呢 我突然看回 三段都是快步速來的 那些馬好像大家都不吃虧 那樣衝上來 嘩 那隻森耀星跑來的牆口 是啊 這個眼爪 其實真的 凹了之後 經常都是這樣的 一堆這個就圓蘭坑的 第三層 前面那隻靈後王也好位的 但是直路組那段 真的找不到位 最後百嶺先殺虛 為了大細亦去 又沒什麼 怎麼認真逼他 斷斷快 然後 現在開始又上來了 太陽嬌子 後上 剛才你真的好像有事 你走勢 對啊 轉完後 好像沒有 由於都快了 所以前面那些馬 最後都斷了 包括近方 那些感恩也是 那些四班自己 坦奇靈房 上來三班 哇 整個馬都拍著他 亦是很有力量 又是四四五馬 回來 復榜完畢 鼓榜完畢 王明飛 拍著 歷由 七號 太陽嬌子 讀人派 166.5 為自派 31 跑第2名 8號 1哥 為自派 36 反對 4號 萬馬 法定人數不足